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发表演讲时 人群中传出多声枪响 特朗普随后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美国特勤局人员向媒体证实特朗普情况安全 特朗普竞选团队随后发表的声明表示 特朗普情况良好 正在当地一家医劳机构接受检查 此外从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枪声响起之后 特朗普用手捂了脸的右侧 然后在台上蹲下 随后多名特勤局人员上台进行保护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特朗普右耳和脸上有血迹 特勤局人员在获得特朗普能够移动的肯定回答后 将他扶起并送到车上 据美国媒体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县检察官向媒体证实 嫌疑人已被击毙 至少一名集会参与者中枪身亡 有画面显示 有人员在现场被抬走 美国总统拜登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布声明说 他已听取有关这一事件的汇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拜登竞选团队宣布暂停所有拜登 接下来的外出活动 并将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特朗普集会上发生的枪击事件 已被执法官员定性为暗杀未遂